經歷過新冠肺炎這樣子的一個疫情的變化之後 台灣的防疫的成果想是舉世有目共睹 那這個過程當中當然支持台灣參與這個WHA 或加入WHO這樣子的一個力道就會越來越強 包括了過去可能相對而言 就覺得沒有這麼重要的這些國家們 所以你看這次G7當中 第一次這樣特別提到支持台灣參與WHA跟WHO 我覺得基本上是對台灣防疫的肯定 也是認為說世界防疫是一體的 那台灣是不可或缺的一塊 G7他這個外長會議 那麼會推薦把台灣強力的這種 讓台灣加入這個WHA 那我想也是一個什麼 源自於這個對台灣的疫情的這種 防疫的一個肯定吧 拜登上來以後又走多邊主義 希望用聯盟的一個方式 結合這些盟國 來共同抗中 那所以呢他在任何的這種有機會跟其他國家做連結 或者做歸意的時候 甚至未來6月份的高翁會都可能還是一樣的 會不斷的把台灣當作這個什麼 抗中的一支牌 短期當然是國際的能見度增加 那另外一方面除了美國在推印太戰略之外 事實上歐洲的印太戰略也陸續的在出來當中 那台灣的角色絕對不會少 尤其今天的國際的半導體的短缺 那所以在整個半導體供應鏈不可能會少掉台灣 長期的話台灣應該想的是說如果過度的靠邊站 可能會遭到中國大陸的某些的制裁 這次G7裡面談到的東西 G7談到的東西很多啦 它不完全是安全戰略的面向 它還有經濟產業的面向等等之類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台灣雖然不在G7當中 那當然也不在未來的邀請國當中 可是台灣參與的整個新的產業鏈的重構 包括半導體 包括未來的可能6G 或者是乾淨網路 或者是電動車產業等等 其實這些都會是這些先進工業國 他們未來所琢磨的產業 台積電不可能全部都是押注到美國的這個 這個低延政治上 完全靠向美國 你政府可以靠向美國 我經濟裡是不能完全靠向美國的 如果經濟靠向美國 那你南京廠怎麼辦 你松江廠怎麼辦 出賣盟友這就有點強烈啦 那不過這種例子不少啦 不過過去一年 尤其拜登上來這段時間 似乎有點在轉向 比如說你從日本的態度 或者是你現在越來越少 聽到新加坡跟中國大陸擁抱 所以這一方面 我覺得台灣能夠選擇的 空間非常的小 那接下來我們怎麼去 趨吉避凶而已 然後呢 我們來這裡 來這裡 來這裡 來這裡